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8月11號禮拜天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有夠勁 我是怡霈 其實在今年下半年 有很多劇團推出了很不一樣的戲 包括我自己也參與了一檔就沉浸式的舞台劇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來訪問這個劇團 他們每一次推出新的作品 我自己都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是會一種化時代的創作 還有會讓年輕人覺得 哇這樣也可以演 哇這題材也可以演 會讓人家驚喜咧咧就是台南人劇團 在今年夏天要推出的最新原創作品 叫做安德烈之巫 到底什麼叫安德烈之巫 然後看他們的海報 有一個女的躺在那邊 然後我也不是很確定說 這到底是在演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所以呢在這個戲呢 即將在八月底的時候要演出了 然後會在國家戲劇院的實驗劇場會演出 所以今天很開心在現場邀請到的是我們的編劇 陳嘉儀 嘉儀早安 你好 宇佩好 然後以及我們的導演陳奕凱 奕凱早安 早安 好 兩位既然是編劇跟導演都跟演員無關 就可以來好好聊一下說 這個戲到底是怎麼樣被創作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然後台南人劇團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驚喜 誰先來說 嘉儀先來講她的故事是什麼 嘉儀我們這個故事到底是什麼 這個編劇 我的話我會說她是一個母女的故事 就是關於一段母女的相處的故事 對對對 然後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討論英凱說這是一個鬼故事 其實是因為她其實是關於 母女當中的確有很多鬼故事 對對對 其實就是我覺得那個鬼故事 可能是深藏在這段關係中 但同時也在這個 因為主角是這個女兒 也是在這個女兒的心中 有點像是一個永遠過不去的卡 卡在這兩個人中間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每一位母親 都是從當母親開始才學會 學著當母親 但是我自己去回想 假設如果這件事情 是一個母女當中的故事 我跟我媽媽之間中間 中間有很多無法溝通 或是過不去的卡 就是我可能是這樣想 媽媽可能不是那樣說 然後或是媽媽說的這件事情 可能不是那個意思 可能我會去剪成另外一個意思 但是為什麼要叫安德烈子 這個劇名我們就是想了很 想了一陣子 然後因為這個裡面 這個女生有寫了一個故事 然後他就行訴了一個 專門殺了整個正向的女生的 一個殺人母叫安德烈 然後這個安德烈其實背後 他隱藏的是 他透過這個故事 他想要寫的是 他在那一段日子裡 他在小時候 11歲12歲那一年的暑假 他過得很不好 然後他 所以這個安德烈其實是 有一點像是他的化身 有然後這化身其實 背後映射出的是 他那時候很多的情緒 然後他把它寫進到這個角色裡面 嗯 然後他希望能夠去獲得理解 然後在這個希望 然後這個希望告訴了 把這個指告訴了很多人 然後這些人給他的反饋之後 他怎麼在這個故事 接下去怎麼演 我覺得就是這個故事 就是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我把我的所有情緒 去用一個比較隱晦的方式告訴你們 嗯 但是你們會收到什麼 然後我看到你們收到什麼之後 我要怎麼去反應 嗯 如果他不是我期待的話 那我應該要怎麼繼續往下走 我要做你們去做我的下一個決定 欸可是導演跟編劇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作品 你們是看到社會上有什麼現象嗎 就是你要創 創作一個作品 或是想要做這個作品 應該有原因吧 嗯 對 這其實是原本一個 我已經寫好的劇本 嗯 然後他叫做虚就是廢墟的虚 嗯 對 那為什麼他叫廢墟 可能也跟剛剛那個安德烈的 呃 他是有點重疊的意象 對 因為其實這個廢墟就有點像是 你心中的一個 可以把你的陰影 或者是一些你在 現實中沒有辦法投射的東西 放進去的一個廢墟 所以我今天我有能力 用寫作的方式 像寫出一個廢墟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把我的內心 我想講的事情 或我想要透過 呃 現實中我沒有辦法處理的事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 娜娜這個主角她還很小 她還十一歲 嗯 對 所以她就把那些東西 放進這個廢墟裡 那這個廢墟就陪伴著她長大 嗯 然後這個廢墟裡面 可能包含她的很多幻想 這樣子 嗯 我用比較故事的方式 來講這個故事 你們兩個是講超抽象的 對 講超抽象 我在想說 這麼抽象的兩個人 我也是想要把它具體化 來來 是因為我覺得好像要具體化 對 我剛剛說她是一個母女的故事 對 其實是 呃 娜娜有個媽媽 然後她跟媽媽其實在 一個叫皮山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她是 在一個大城市的邊角區 嗯 對 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小鎮這樣子 然後媽媽她其實一直很想要 離開這個地方 對 她就有一個很大的執著 是她覺得這個地方 像一個鬼地方一樣把它困住了 嗯 然後她想要帶著女兒一起出去 嗯 對 但是 呃 像劇中有一個情節 她就在說 媽媽帶著她去城市裡遊行 然後看到很多 好像新的時代在慢慢展開了 然後有一些女性的權利 在城市裡是得以被疏張的 然後媽媽就帶著她說 我們要一起離開皮山 然後到這裡 嗯 對 然後那個時候娜娜就看到 有一個父親 然後背著她的女兒 就是像讓她跨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嗯 肩膀 然後從她們面前走過去 然後娜娜就跟媽媽說 欸 我也想這樣坐在上面 然後媽媽就停了一下說 喔 如果媽媽是男人的話 那媽媽就可以把你扛在肩膀上 然後就可以像這樣子 但媽媽不是 所以我們兩個之中 就會有一個人走在前面 有一個人走在後面 嗯 對 但也許我們一個人走在前面 一個人走在後面 我們還是可以一起離開皮山 然後到媽媽覺得很好的那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這是第一層 然後但是 媽媽所說的那個更好的世界 嗯 對 小時候娜娜來說 她 沒有見過 她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嗯 然後她可能也 嗯 或隱或 限制知道媽媽的一些痛苦 但小時候她沒有辦法理解 嗯 對 但這個劇它就是有兩個時間線 一個時間線是 娜娜11歲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個時間線是媽媽 娜娜現在38歲 她已經跟當時的媽媽是一樣的年紀 嗯 對 所以她有一個 回看她過去人生的 這樣子的視角 嗯 對 那就像剛剛儀佩說 你會不會 變成你媽媽的角色之後 你其實 能夠知道那個時候的媽媽在享受 或者是你其實更不能夠理解 當時她為什麼做那些決定 我其實現在是比較想要了解 嘉儀在享受 哈哈哈哈 蛤 對對對 就是你自己成長的背景 跟就是你平常在創作 或是寫的一個劇本 呃 你的頭腦裡面裝的是些什麼 因為我常常會很想要把那個編劇 的頭腦先剖開看看說 為什麼編劇可以想到這麼酷的故事 這好像也是一凱一直在做 她可能一開始覺得很有趣 就想說啊 嘉儀的腦袋裡到底有什麼 是吧 你不覺得 嘉儀你應該很年輕吧 二十幾歲 二十六 對啊 怎麼會看我沒有 我剛剛在思考 對 就是你才二十六歲的這個年紀 你頭腦裡面怎麼可以裝 這麼多的錯綜複雜的事情 這個問題好難回答 因為 我覺得有我自己 因為這個劇本 我們一直發展下來嘛 然後也看著嘉儀在這個劇本裡面 然後原本只是覺得說 因為她那時候 這原本的這個劇本最初期是 她讀北一代研究所的時候 一個課場上的呈現 然後那時候她剛讀 所以我因為以一個 假設我是 我的導演的話是這個第二作者 所以我要去分析 不只是這個作品 我要看的是 也是這個劇作家這個人 所以我那時候在分析說 她為什麼會想要寫一個 跟寫作有關係的故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源頭是 比較貼近於寫作 是母女這個東西是慢慢擴散出來的 然後寫作的時候我就想說 她是因為她剛讀研究所 然後某某神書上 你選擇了研究所的一個 你要讀的東西 你好像選擇了一條 你即將走的路 就是那個做這個決定 所以她那時候覺得 她寫了創作這個東西 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慢慢我們在討論說 因為原本的時候 裡面就有一些很細微的 細微的母女的衝突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是可以發展的 可以放大發展 對然後我們就放大發展 然後在這個討論過程中 嘉儀有一直跟我說 她很怕她媽來看這個演出 然後我一直想說 可是裡面的衝 那你可以講出來嗎 對啊 那我講出來了怎麼辦 那我媽一定會來看 我媽是會就是搜尋我的名字 在網路上 然後看我最近有沒有什麼演出 然後她就會跟我說 欸你最近有一個什麼演出 我已經買好票了這樣 那你媽很關注你啊 對啊我媽很愛我 我覺得應該是 我的媽媽不是這個女主角的媽媽 對對對 就是她不是她 我也不是她 但是我們可能在當中就是 跟媽媽的一些心結 或者是那種無法理解的感覺 是一樣的 嗯 對 但是為什麼她那時候會說 她很怕她媽來看 然後我就一直有問說 所以是這個角色 你有很大量跟你疊影嗎 對對對 或者是這個互動是你媽 你拿跟你媽的經驗去做的嗎 我跟你講 上一次就是坐在這個廣播間 我在訪問一個書的作者 那個書寫完之後她 我訪問她 然後進廣告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欸我很怕這段我媽來聽 我說怎麼了 她說因為裡面 用了第三人稱 其實在講的是我媽 然後我就說 蛤所以那些故事是你媽 她就說因為我媽來聽 就會知道我在講她 可是調詭的是我問家裡的時候 她說這些衝突都不是來自於她 跟她媽媽真實的衝突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讓我覺得 有一個影子在那邊 我想說這個母女 她說這個母女關係 對她來說 她寫下來的到底是什麼 然後直到我們就是 後來在 包括在討論那個 劇名的時候 因為要賣票嘛 然後討論那個 劇名要怎麼改 然後以及那個文案 要怎麼寫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有點陷入 到底要怎麼寫 才能讓觀眾清楚的了解 這個書在寫什麼 然後那時候剛好嘉儀 學校也比較忙 然後她陷入一個比較 自己觀察 我以一個很抽離的那個 不是朋友的角度 就是一個我在看這個人的那個角度 discovery的角度 對對對 然後她就寫下了非常 我覺得很誠實 但是很殘酷的一些文案內容 蛤 好 沒關係你繼續 但現在那些沒有在網路上 沒有沒有 大家不會看 大家看不到 但是就是那些東西是 因為我自己是男生嘛 所以我能夠理解母女的東西 都是來自於我看書 我看電影 你家裡有姐 兄弟姐妹嗎 我們都是兩個哥哥 就是哥哥姐 喔 都是哥哥 喔 所以家裡沒有就是 所以我們跟媽媽的互動都很直接 例如說 你剛剛在說那個 沒有人知道怎麼當媽媽的時候 其實我有 跟我媽在吵架的時候 我講過這句話說 如果不知道你們怎麼當媽媽的話 你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 你怎麼會講出這麼蜜蜜的話 你八點檔 你看太多是不是 我們先記一段廣告 待會兒再聊這些事情 你們怎麼 膽敢可以跟媽媽說這句話 我都放在心裡不敢說 都放在心裡不敢說 我還是台南人劇團 來 先記廣告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HUB Radio是我養肌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吃喝玩樂最有勁 台南人劇團 在今年夏天推出的最新原創作品 叫做安德烈之巫 在我們節目現場是編劇 陳嘉儀跟我們的導演 陳奕凱 好 其實嘉儀跟奕凱 一個編劇一個導演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然後在聊母女關係的時候 或是母子關係的時候 我其實會蠻想先聽聽奕凱怎麼說 因為我們家沒有男生 所以我們好像沒有辦法理解說 如果都是男生的家庭 跟媽媽平常是怎麼互動 或是怎麼去看待媽媽這個角色 就是我覺得男生真的是跟 就剛才那個很忤逆的那句話就是 溝通上都是這樣子 就是真的很直接 我覺得我有不開心 我就直接跟你講 那你直接跟你媽講說 如果你都不知道怎麼當一個媽媽 你幹嘛生下我的時候 你當時的心情 你記得那天發生什麼事嗎 我覺得那個有點像是個引爆點 就是這樣講很 你是不是不希望媽媽聽這一集 我沒有想要媽媽不會聽 媽媽媽網路不好 媽媽不太用網路 你們兩個都好友 就是我覺得這次又是 這是另外一個issue就是 有兄弟的家庭 就是你會一直在比較 就是你會覺得媽媽對哥哥比較好 沒有我覺得 只要是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都會比較 我也會覺得我爸媽比較疼我妹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狀況又更特殊 是因為我家的狀況就是一個 我爸是軍人 然後我媽媽是出納 然後我哥是警察 然後我們 然後你是劇場演員 我是一個劇場導演 對然後我爸一直 就從我在 你看我是一個很纖細的人 然後我爸從高中的時候 一直說你去讀軍校去讀軍校 所以我們家對於那種 要追求一個安穩生活 是一直來的教育 那你從事這麼不安穩的生活 對所以我爸那時候 他們他們大概每三天兩頭 三天兩頭都問我說 那那個 你有想過你未來想要做什麼嗎 就是有沒有想過 天啊你們家好衝突喔 對然後 因為我哥又是警察 所以那時候 例如說 哥哥考上警專的時候 或是哥哥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媽媽的開心 跟我自己回去 就我記得很印象深刻 就是我高 我考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成績那時候蠻好的 然後剛好 因為我哥差三歲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生命階段的 我懂我跟我妹也差三歲 就是剛好一個 譬如說國中跟高中的 這樣的年齡的差距這樣 然後我是 我成績蠻好的 所以我就是 就是進入到比較好的班級 因為我是直升的啦 但是我就是因為有成績的關係 然後跟媽媽看到我成績好的那個喜悦 以及看到哥哥考上警專那個喜悦 你就會有比較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某 你高敏人對不對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印象深刻 然後我就某天在收我床底下的東西的時候 我收的時候我就哭了 然後我媽就進來就說你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沒有為我感到開心 然後哥哥考上警專的時候你開心成那樣 然後我這個這是個海航 然後媽媽當然就是看到小孩哭了會安慰 只是那時候對我最傷的事情是過年的時候 媽媽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 呃他算是茶餘飯後的笑話 God 我不行欸 不是笑話 講笑話有點太 我不知道我應該說就是講一下家庭發生的事情 對 對 對 就是說我兒子這樣什麼怎樣怎樣的 然後突然跟我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那時候我覺得我覺得他 你很受傷吧 很受 蠻受傷的就是覺得 嗯 你為什麼沒有你看到我的脆弱 但是沒有選擇保護我 嗯 然後你跟別人講 但我覺得我媽媽只是覺得 這個小孩好可愛喔 怎麼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想要分 對想要分享給親戚朋友這樣 然後就很多這種累積 然後加上我然後我又考上 我又讀戲劇系 然後哥哥就是警專畢業 然後警察一直擋到現在 買房買車 哦 然後那個那個比較下來 然後就是 又有一次是 就是我在家裡吃飯 然後我媽就一直說 你要留一點給哥哥哥吃 因為我哥可能那個執勤比較晚回來 嗯 然後他就一直講 你要給哥哥吃 然後我就 我就吃到一半 然後說我不吃 然後就把飯倒掉 然後就衝出門 我就說 然後我就 我媽就 因為我媽就是 那時候才知道 我媽根本就沒有意識到 我有多麼的脆弱 是因為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我說 你都沒有覺得你一直在 就是 我也是你兒子啊 為什麼我不能多吃一點 我當然知道要留給哥哥 可是為什麼你要一直講 好像講我很自私的 我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我覺得其實 你們兩個在媽媽心中都一樣重要 只是媽媽覺得你是 呃 好像能夠 哎 這怎麼講 你是會一直存在著的 嗯 然後以及就是 媽媽給你什麼樣的反應 你 你會比較 隱忍的 那一個人 所以媽媽就覺得 你好像可以講 但是他就會覺得說 跟你這樣講沒有關係 所以 所以媽媽才會覺得說 好像 把你的事情去跟親戚朋友講 這件事情不是拿來當 茶餘飯後的聊天的話題 只是覺得說 你很可愛 你真的會有點小吃醋耶 或是什麼的 但是就是那時候就會覺得很傷 所以到累積到那個 某一個點的時候 就是跟媽媽說 如果你們都不知道怎麼養孩子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養 哎那你這次要導這個作品 你自己應該非常有感覺 有感覺 你有邀請媽媽來看嗎 有 還是請她們來看一下 但我想說她 因為我媽真的還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 就包含她會去跟親戚朋友講這件事情 就是她沒有意識到小孩 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 所以我覺得她 而且又是母女 她想說跟我沒關係 我是兒子 跟我沒關係 然後 可是就是 我自己在看 就是我原本以為我跟我媽的互動 已經夠敏感 纖細 然後更 有點隱藏的東西很多了 但是我自己在看一些母女的作品 小說散文 然後就會覺得 那個東西更不一樣 那個 沒錯 就是我 那我一直很印象深刻 就是我在準備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日本的作家 寫的一本那個散文 這叫鏡子 對 然後她就說 她就說她有一段就說 她媽媽在好像三歲還五歲的時候 她去牽她媽媽的手 然後她媽媽就是很下意識的甩開來 就說不讓她牽 然後她說她這輩子就再也沒有牽得過她媽媽的手 牽過媽媽的手 然後我覺得哇 母女就是在那個時候就覺得 原來母女的那個底下的交流是 更就是 沒辦法 我覺得我很難去想像 雖然我用作品去貼近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那我們來為母女相處的 嘉儀來嘉儀 嘉儀分享一下跟媽媽的相處 嗯 你們你家有兄弟姐妹嗎 沒有 因為我是獨生女 哦 對 就是在寫就是這個作品的時候 嗯 我那個時候提煉出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的那個動力 就是內心會一直很想要繼續寫下去的 這個動力是 就是一份愧疚感 愧疚感 對 然後我覺得這份愧疚感是卡在媽媽跟女兒中間 就是女兒對媽媽也有愧疚感 然後媽媽對女兒也有 就是可能媽媽也有她想要追求的世界 嗯 然後女兒也有 嗯 對 可是我當我是一個媽媽 然後我有我想追求的世界的時候 我好像就失職了 作為你媽媽的這個 嗯 我好像懂欸 對 然後的確有的時候 她可能沒有那麼理解女兒 或者是知道 她就會覺得 欸你應該要跟上 因為媽媽現在正在前進 媽媽正在帶你去更好的地方 對 可是女兒就那麼小 她可能就跟不上 對 然後媽媽就會覺得 欸你為什麼沒跟上 為什麼沒跟上 一回頭就發現 欸女兒經常很大 嗯 女兒其實也可以自己走 然後她可能就走遠了 嗯 然後她們兩個就在某一些岔路口 就走遠了 那你在家裡 因為是獨生女的關係 所以你們家的關注 不可能會有像 像 對 就比較不是她的那個 像是我媽媽會 全心全力的關注在你身上 那全心全意被關注這件事情 是會有壓力嗎 還是覺得很幸福 嗯 因為我自己也有妹妹 所以我也不是那種 全心全意被關注到長大 會有比較性的 所以因為我不是獨生女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體會 獨生女就是 爸媽全心全意都在關注你的 那種狀態是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爸媽全心全意關注你的同時 她也會全心全意的從你身上 想得到她想得到的回饋 就比方說她如果在家裡一起吃飯 那她就說 欸今天的菜好不好吃 如果我不說話的話 就沒有人說話了 那就沒有人跟她說菜很好吃 不一定喔 就是如果是一群男生的家庭的話 就是媽媽說今天菜好不好吃 也不一定是三 就是會有三個答案 可能是三個沉默這樣 可能就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一個人會回答 就是一個人會回答 可是我好像會特別在意 就是我沒有給予這個回饋 所以你的人生成長過程當中 就是別人要問你什麼 你就要給回饋是嗎 我會覺得我好像有這個義務 因為媽媽 好酷欸 我沒有想過說 我跟你們兩個聊作品 我會想到說是家人之間 就是到底是你有沒有兄弟姐妹 或是跟家人之間的相處 或不會影響到 因為大家都會說 其實我們帶著原生家庭 然後進入社會 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跟影響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認為 可是今天跟你們兩個聊天 我才發現 因為你從小就會覺得 你好像有義務要給回饋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生長在 有兄弟姐妹的家庭 可能我妹妹給回饋 我只要選擇 只要有人給回饋就好 我不一定要給回饋 我心情好再給回饋 我真的有感覺再給回饋 沒有感覺也不用特別發言 我是在這樣的家庭下長大 沒有感覺不用特別發言 也不會被乖追 因為我就會問對面說 那你怎麼不給回饋 就是好像有人可以 互相cover跟推卸責任 是 但是你不行喔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可能一部分 跟個性有關係 然後一部分也跟家庭有關係 我覺得是跟家庭成長背景 也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你是在這樣的家庭下長大 然後剛好爸媽又很希望說 可以在你身上得到一些feedback 所以就會問你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他們聽這個廣播 應該會在心裡想說 我沒有想要在我女兒身上得到回饋 沒有啦 不然為什麼會這樣問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所以其實無論是在什麼樣 家庭背景上長大的人 來看安德烈之物 我覺得可能都可以從 這個作品裡面帶走自己 跟自己match到的 可以對號入座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我們結局 改了很多很多 好 來來來 結局不能講喔 不能講 不能講 好 我們先記載廣告 結局不能講 好 回到節目現場 台南人劇團今年的最新作品 叫做安德烈之物 在跟編劇跟導演聊天 欸 其實啊 我一直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 家儀就是在一個 呃 你是獨生女的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下長大 那你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跟其他 比如說 親戚朋友的兄弟姐妹 玩在一起或是什麼嗎 喔 有 其實我小時候是 就是在阿嬤家長大 對 因為我媽媽其實是個 全職婦女還要上班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是 在我媽媽的媽媽 就是外婆家 然後跟我的阿姨 嗯 她在帶我表妹的同時 一起帶我這樣子 嗯 對 所以我其實有 呃 在阿嬤家生長過的經驗 嗯 對 啊 因為這齣劇裡面 也有一個阿嬤家 喔 所以那個阿嬤家 是你那個阿嬤家 啊 不是 不是 哈哈 再次澄清 一直要澄清 不是 那個故事裡面的不是喔 因為我們當然 都會去問編劇說 你為什麼會創作 是這樣的作品 對 那然後剛剛導演有講說 其實原本有寫了一個非常 欸 那你剛剛用什麼形容詞 創 比較在講創作的東西 還是說 還是說文案 它是很誠實的文案 文案 文案 很誠實 然後很直接 還有跟媽媽看到 絕對會受傷的文案 好 欸 那個文案怎麼產生 你在 你原本 欸 當然不是現在這個文案 是 但是那時候 怎麼會去寫出那樣的文案 其實 那個文案應該有改過十版以上 我們改了一整個月 然後 因為文案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希望觀眾看到能夠有興趣 然後能夠進來看戲 沒錯 沒錯 所以我等於要濃縮我自出 就是大概一百多分鐘的戲 在一個 一個東西裡面 然後 我還要寫得吸引人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寫 然後老師就會說 欸 不是 我寫嘛 然後他就會說 總監 總監就會說看不太懂 然後一凱就會說 欸 我覺得好像 還是不太知道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之類的 所以我就一直被退貨 然後我在越寫的過程中 我就越來越覺得 就是 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怎麼講述 這種感覺 我才寫的劇本 就我才創作的故事 然後你今天要再把我一個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表達的東西 然後你又要我具體化 你什麼意思 對 然後我還要寫得吸引人 我還要寫得可以賣票 然後我還要寫到 就是大家都看得懂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有一種 我到底怎麼可能做得到這件事情 不然我就不寫劇本 我就去寫什麼 就變成文案大師 對 然後呢 結果呢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後來寫到很崩潰之後 我就審視我自己的內心 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 這個故事很 跟人很touch的部分 就在於那個母女關係 所以我好像得把這個母女關係 講得很明確 因為這份母女關係 在這個劇本裡 其實是很曖昧模糊的 可是我在寫文案的時候 我就不能曖昧模糊她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 目前的文案上看到有一句 就是娜娜在小時候 以為她不被母親愛的童年 這樣有一句這樣的話 但是我就會想要避免 在文案裡寫到這樣的話 因為我就會覺得 娜娜在小時候 並沒有不被她媽媽愛 她只是不被她 可能她沒有得到她媽媽的理解 或什麼的 但她沒有不被愛 但是如果我是寫她不被理解 或什麼的 觀眾可能就覺得 不夠明確 不夠清楚 所以他們就會想要把它 改得清楚一點 然後我就會很抗拒 其實是因為我心中知道 就是我很害怕寫出這樣的話 你們真的從小 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聊一個 你們有真的意識到 媽媽就是父母愛不愛我們這件事情 你們在什麼時候才有意識到這件事 我現在回想 認真去回想 我從來沒有去認真想過 我爸媽愛不愛我這件事 所以你剛剛丟出了一句話說 娜娜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會以為她媽媽 她沒有獲得她媽媽的愛 然後我就是在審視 我剛剛接收到這個文字之後 我就在想 我有去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好像沒有認真去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會覺得 我們就是家人相處不就是這樣 我也沒有覺得說我媽不愛我 可能覺得他們可能有一些偏心 為什麼一套標準 可是用在兩個人身上 會有不同的雙標 就是用在我妹身上 那個標準就不成立 可是用在我身上就變得很嚴格 但好像不會覺得這是不愛 對 就是我沒有想過 愛或不愛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你們成長過程當中有曾經去懷疑 或者是試著去理解父母的愛嗎 好像真的沒有想過 對吧 我也沒有 我應該說我不懷疑過他們有沒有愛我 反而是我覺得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愛 對 但是我沒有 我好像沒有給出足夠的愛 就是我會懷疑我自己 你看你這個人就是覺得應該要feedback 哈哈哈 我覺得我沒有給出足夠的那個愛 對 而不是她有沒有愛我 可是我覺得愛這件事 反而就不是對等關係 就不是我今天給你十分 然後我就 你就會拿到十分 你就會拿到十分 不會啊 我們在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是最不平衡的 是 是吧 那媽媽就會說 我也沒有要十分 我只要那個一分 我只要那個一分就好 這樣 所以在這個作品裡面其實談到很多跟 跟愛有關的嗎 或是跟交流有關 跟溝通或交流 然後能不能互相的 嗯 理解到對方真正的意思 易凱你覺得你在自己在導這個作品 跟參與這個作品當中 你有為你心中的那個解開解套嗎 我覺得我放更多的其實 很比較少在親子關係上面 比較少在更多是個人的生命發展 嗯 對就是 那個 我覺得 剛才在講那個能不能被理解 對放到我身上就是 我要去完成一個社會賦予的角色 例如說我是一個兒子 你是一個媽媽 你就要完成你媽媽的角色 媽媽的可能工作內容是 要把孩子養好 然後要照顧好他 然後兒子的角色可能就是 你要符合你媽的期待 你要你要穩定你的生活 然後你可能最後你要提供一定的經濟資源 就是在我們整個教育 在整個教育過程裡面都一直在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身份跟你的對位的那個位置 所以在那個 我覺得 對我來說那個理解的時候 那個不被理解的那個原因來自於 我一直在扮演好這個角色 但是我內在的東西是什麼 是沒有被填滿的 或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一直在完成你的期待 然後我一直活的這件事 活下去 但是你懂 你懂我做這件事情背後是為了什麼嗎 或者是你懂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犧牲了什麼嗎 然後這個生命上的困境 是我在讀這個 在做在導這個戲的時候 比較大的一個實力 我覺得蠻酷的耶 因為我覺得你們兩個在談這件事情 沒有在我的生命的歷程當中發生過 我沒有覺得我應該要去符合 當一個女兒應該要有的 被社會期待應該是要變成怎麼樣 然後我應該要繳多少錢 孝勤費 我應該要什麼 還是因為我爸媽本來就是一個不愛 就是他們很 我的爸媽就可能比較尊重我們吧 就譬如說我結婚 我妹還比我早結婚 她就跟我爸爸嗆說他們要生小孩 我爸媽也惡話不說 然後我們家也沒有兒子喔 然後我也跟我爸媽說 我們要生小孩 我爸媽就說 我們也沒有要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我沒有要符合這社會 哪裡誰誰誰的期待 然後親戚朋友問的時候 就想說這是我的人生 跟你有什麼關係 就可能我們活得比較自我吧 所以好像也沒有覺得應該要去符合 什麼誰的期待 所以每一次聽到就是 我的受訪者來賓就說 他們覺得他們好像要符合家裡的期待 或是要符合什麼什麼的期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喔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喔 那我就覺得相較之下 比較之下我覺得我自己是滿幸福的 我覺得也有跟個性有關係啊 就是像我就是 我覺得最明顯就是 那時候我在讀戲劇系的時候 因為我是讀台大戲劇系 嗯 然後有一個就是來 你是台大戲劇系的 對對對 那你是很多人的學弟耶 對啊 志凱的學弟 定籤的學弟 都是我 對對對 劉環的學弟 很多一系列的人 對 但是那時候那個老師 他是第一學 他只來台大教一年戲劇系 然後他教導演 然後他就是 上到其中的時候 他就也是受不了跟我們說 你們台大學生真的很愛追求正確答案 就是我覺得這就是反映到 就是一直愛讀書的人的問題就是 嗯 你們想要知道答案是什麼 對 然後跟我們要追求最 最值得被尊敬 或是應該尊敬那個詞有點太大 就是我們要追求一個 真理 對對對 就是我們一直在覺得 這個世界一定有個標準答案 然後我要去完成這個東西 我好像懂耶 欸 可是我我現在突然懂你媽媽 你為什麼會覺得心理不平衡 因為台大是多少人想要 就第一學服大家都想念的 那雖然是 好 你媽可能想 你比較想要你念台大法律系 或是台大機械系 甚至我爸說 你為什麼不去讀一個高職 就是有一技之長也好 你爸這樣講 對啊 他帶我狗狗 他台大很好耶 就是整個家族 聽到是台大戲劇的時候 我全部反對 只有我阿公那個八十 那時候他八十幾歲 然後他是個鄉下人 他覺得哇 台大很好 就真的只有阿公在支持 就是你們家很另類耶 好神奇 就是大家聽到戲劇是還是會有覺得 我覺得還蠻好 好吧 可能我們現在活的時代跟 對 好啦 跟爸媽的期待 所以你其實是一直在爸媽的期待下 成長 對 而且看到哥 因為我哥哥其實他是真的有叛逆期的 國高中的時候 你沒有叛逆期的 我沒有叛逆期 你就是太乖了 所以媽媽才覺得 你可以把你的事情拿去講 哥哥的事情好像講得不行 有一部分是這樣 然後就是你看一個叛逆的哥哥 然後最後當警察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個會不會才是一個 作為一個兒子 或是作為一個人 你要去做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真的穩定的生活 然後我覺得讀藝術這件事情 又是一個更 跟這件事情違背的事情 因為你做創作是一個 沒辦法看到的 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裡面 沒辦法看到一個量化的標準 除了票房收入 但是你做一個創作作品 你到底帶給這個世界什麼 很多欸 我自己身為一個舞台劇演員 我覺得 我覺得我每次在演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都會從那個作品面那個角色 或是這個作品 帶走一些什麼 然後每一次都會覺得 有所收穫跟有所成長 更何況是觀眾 我覺得也許也是 這貢獻很大喔 但我覺得我 又是回到個性上面 就是我不是一個多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很難 像我們在上導演課的時候 老師一定會問我說 你這個戲的big idea是什麼 你到底想要對觀眾講什麼 我每次回答這個問題都好痛苦 我就想說我沒有這麼大的抱負 我沒有真的覺得 觀眾會在看完這個戲之後 他人生獲得什麼很大的啟發 然後他可以去改變整個世界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是我覺得 對啊就是 因為這個劇講到我們剛剛說 結局修改很多次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38歲的娜娜 去回看他童年的這個歷程 對 然後這是有點像是一段人生旅程 就是他做的這個行動 他一定想獲得什麼 不過最終他一定會透過這個行動 就是回看他過去人生的行動 得到什麼嘛 然後他就一直在問我說 所以這個什麼是什麼 我看不到那個什麼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 我就 我們就一直在尋找說 那個東西到底 是什麼 對 如果說 就是童年的創傷 或者是一些陰影 你都已經 就是慢慢的解過去了 但你還是 很想要把這個故事寫下來 或者是甚至 你還是想要在 因為媽媽去世 在這個女主角的故事 你媽媽去世 那是可以講嗎 欸 是吧 是在理念上的嗎 欸 沒有嗎 有嗎 可以講 那你們不可以講啊 可以講 可以講 他是一個重點 他是一個重點 我還用跟兩個 不知道要講什麼的什麼的 導演跟編劇 他想說 媽媽去世 這個是可以講嗎 可以講可以講 這個重大背景 就是這個女 他後來變成一個 成功的女作家這樣子 然後變成女作家之後 他媽媽去世了 然後他回頭回看 他的人生故事 有點像是要 尋找一點什麼 但其實到最終 他真的有要尋找什麼嗎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找 是不是有這個東西 對 但後來就發現 也許就是 他也不知道那個東西 具體來說是什麼 但是他就是 很想要做這件事 可能就跟做 創作的歷程一樣 有的時候你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 想要帶給觀眾 具體來說是什麼 但是你就是 非得這麼做不可 但是我 等一下最後一段 我還是要問一個 很討厭的問題 我今天要扮演 易凱的指導老師 易凱你做這個作品 你想要帶給觀眾什麼 好等一下 廣告中 我現在是不是很欠揍 廣告之後 沒有啊 你們要賣票的話 要告訴 就是觀眾如果看到這個作品 可以 就是 可以啟發些什麼 我們可以在這個作品裡面 看到什麼 這樣可以跟觀眾講 可以聽聽觀眾朋友講 好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台南人劇團的安德烈之舞 先來說說 什麼時候演 8月23到25 總共有四場 然後在國家兩廳院的十院劇場 嗯 了解 所以你們的 在舞台上的呈現 會大概是什麼樣子 會是像是一個廢墟 然後它是會 但它就不會是典型的廢墟 它會 它的構築成可能是 它是一個倒下來的書櫃 然後一堆稿紙 然後有一些 它整個生命發展 它整個人生 對我來說 比較重要的一些物件 然後放在舞台上 嗯 就是它是一個 對我來說 它的定位就是一個心靈的廢墟 欸 可是這個演員 其實蠻多的欸 所以你們在裡面 還會有什麼 其他的角色會出現 因為這個故事 它其實是三棟房子 對 三棟房子 那這三棟房子其實就是 呃 娜娜跟她媽媽住的那個家 對 就是真實中的家 然後另外一個是 她小時候 11歲的時候 她有個朋友 叫威力 然後因為她是一個 呃 那是 那有點像是 那個時候她唯一的朋友 然後他們會一起去 鎮上的一個廢墟玩 嗯 然後那個廢墟就有點像是 娜娜小時候的 一種心靈寄託 嗯 跟她的幻想空間這樣 這是第二棟房子 然後第三棟房子 就是娜娜寫出來的 寫作之物 嗯 有點像是 她的寫作的化身 因為寫作本身 對她來說就是 像是一棟廢墟一樣 嗯 你可以把所有你生命中的東西 都擺進去 嗯 對 然後所以這三棟房子 就會在這個故事裡 像蟲嬰一樣的被疊起來 嗯 就是媽媽的家 然後跟 呃 你童年的這座廢墟 以及你後來 一直陪伴你的 這一座寫作的廢墟 嗯 嗯 然後其他的角色就是 因為媽媽其實她在 皮山有一個娘家 嗯 婆家啦 婆家 因為會有阿嬤姑姑跟表哥 嗯 對 然後這個家庭她就是 很快樂 然後每天都在講八卦 然後講一些就是 一些村口的 誰誰是長得很醜啊 這是一個看了會快樂的戲 她中間有快樂的部分 是輕鬆的場景 因為我聽到講八卦 我就有興趣 對對對 他們會一起就是 釀一些例子 然後講很多八卦 然後講一些好笑的事情 嗯 然後因為他們 呃 媽媽為了去 呃 皮山以外的地方 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她會把娜娜拖到阿嬤家去 嗯 對 所以娜娜等於是在 呃但是阿嬤家 就是阿嬤跟媽媽之間 有點水火不容 對 所以這個小女孩 就有點像是 她在這兩者當中 有一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擺盪 嗯 對 就阿嬤家好像的確也很快樂 好像也可以一直待下去 可是媽媽就一直在跟你說 這邊很差 這邊很不好 我們就是要出去 嗯 所以呃她就在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之間 找不到一個 她到底要在哪裡 欸我很開心這段訪問 我們在最後一段嘉儀講了一個超級具體的劇情吧 是不是應該要移到最前面 是不是 我很開心 就是我們拿到企劃案的劇情大課 是吧 是吧 好來 最後一個問題我就要丟給逸凱 來逸凱 來逸凱來講一下 那這個大家 觀眾來看這個作品當中 你會希望觀眾可以獲得些什麼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嘉儀有提到我們結局討論過很多次 然後 我 先小透露一下 結局有一句台詞我自己很喜歡 那她非常的日常 就是說你到底想要什麼 就是對我來說 這整趟尋找 然後你一直在困在這個 你覺得自己的困境裡面 那你到底想要什麼 其實你沒有 一定要追求什麼 你就是順著時間讓自己往前流也可以 但你被困在這邊是為了什麼 可是也許有時候不是真的要獲得什麼 而是真的 只是有一個人 有一個影像或是一個人出來跟你說 其實你就這樣過下去就可以 對啊 然後你就可以帶著這個 這句話 然後你就繼續往下走下去 但我覺得 如果她一直困在那邊的話 她就很需要一個地方告訴你說 你就可以繼續這樣困下去 欸我跟你說 我聽了你們兩個談話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 因為我在演藝圈 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我突然回想到 韋中哥是 那時候把我牽進演藝圈的人 然後他把我丟進一個節目 就是以前的一個模仿節目 叫全民大悶國 可是其實我是一個不會模仿的人 然後我也沒有受過什麼表演的訓練 都沒有 他把我丟到裡面說 我每天都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我要模仿那些人我都不認識 可是我要去做功課 然後那次又是一個live的節目 所以我每天都在裡面度日如年 然後我就會面對裡面 有一些很厲害的大哥大姐們 我都覺得很有壓力 然後我不知道我自己 到底在那裡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公司反應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然後我就問了韋中哥說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這裡幹什麼 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這裡可以獲得什麼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在這裡 然後他給了我一句話 現在已經距離那時候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現在懂了 他跟我說 他說丫頭啊 沒有人一定要在這裡獲得什麼 你有一天往後走的時候 你就回頭看 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帶著這些養分 然後走到了這裡 嗯 就是現在的我現在 現在的這個年紀去看以前的我 他那個時候我在頂撞他跟他說這件事 然後我在跟他鬧說 我不要在那個時候 我現在去看 如果沒有那個時候的我 後來我也沒有辦法學到表演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進演藝圈 然後沒有辦法有真正的那麼多的視野 可以打開演出 就是一路帶著那個時候困惑的我 一路走到這裡 所以也許安德烈之屋 進來看的人 也沒有一定要在那個時候 如果每一個觀眾心中 都有一個過不去的坎 我們就在這裡吧 嗯 然後我們帶著這個坎 繼續往前走 有一天就會有答案 嗯 我是不是做了一個很棒的 是是是是 我剛突然想到 好啦好啦 請大家買票進來看安德烈之屋 我相信是台南人劇團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讓觀眾很有省思 很有啟發的一個 也不一定要帶走什麼啊 嗯 你聽到一些八卦 你感受點什麼 你感受點什麼也OK啊 謝謝易凱 也謝謝